大家好 歡迎回來Live Journaling 我是Edith 今天我想和大家畫兩款星空 畫完之後我就會把它拿來製作日褲 如果你想知道就繼續看 Canson 300g 水彩紙 奧馬 18色水彩 不足的綠色金屬色水彩盒 這個是最重要的 裡面有六種不同的金屬色 質量都很好 我會配搭14色水彩盒一起用 你也可以像我這樣 將常用的金屬色放在同一個盒裡 用紙膠帶貼好四條邊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用大量的水 鋪滿這個水彩紙 要很快地鋪滿它 然後就用不同的藍色 黑色 紫色 綠色 隨意地去畫滿水彩紙 有一些部分 我都會留空一些白色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做到好像星雲這樣的效果 畫這一張 我第一次畫這麼大張 所以在時間上都控制得不太好 而且在顏色上面 一開始都不夠深 所以之後呢 我都慢慢再加深這個水彩 但是因為呢 如果呢 畫得太多次的話呢 那張紙就很容易會起粒粒 那所以呢 我最後呢 就決定畫到差不多就收手了 就這樣看下去呢 有點像 平時天文台那些衛星文圖 再加多一點點綠色上去 那就會比較像一點了 然後呢 我就會用風筒呢 吹乾它 就會快一點 然後呢 就可以拿出金色的水彩了 那用這些金色的顏料的時候呢 可以注意呢 你可以先滴一些水下去 那等它溶了一會兒之後呢 你再溶一下 就會容易一點用的 但是呢 這一隻的不足的金屬色呢 其實它都已經很軟了 所以呢 都不需要那麼 像其他那些等那麼久的 首先呢 我就用金色呢 用拍上去的方式呢 去製造那些點點效果 然後我再拿一隻白金色呢 點上去 完成的效果就是這樣啦 起初呢 都不太滿意 不過點了金色之後呢 就很滿意啦 但是呢 我也想畫多一張啦 那這次呢 我就省了啦 我就用三支筆一起點水 那就可以快一點啦 很明顯呢 這次的效果呢 是好一點的 因為呢 你看到呢 那些顏色呢 是由自己化開啦 只要水夠多的話呢 其實都做到這個效果的 要在水還沒乾之前呢 就要下顏色 如果呢 中間的水開始乾 你可以加點水下去 然後才上色啦 那這次呢 我會畫一個呢 比較 紅色通調的 一個星空 那你們都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圖案啦 我會用一個斜紋的去畫那個的 Galaxy那個的形狀的 那我自己呢 就會習慣呢 在四邊呢 就畫得深色一點 中間呢 就是那個形狀 和一些details 那這次配合這個紅色的Tone呢 那我就用了 白金色啦 和另外一個香檳金色的 然後呢 拍一些點點上去的時候呢 如果呢 你拿得多一點點 大力一點呢 那那些點點就會大顆一點的 完成圖就是這樣啦 那之後呢 我就會用這些 畫好了的星空 來製作日褲圖案的 不知道你覺得哪一幅漂亮一點呢 下一集呢 我就會說一下呢 究竟呢 我怎樣將它們製作日褲啦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日褲的話呢 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的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給我一個like我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來吧